欢迎大家来听我们今天早上的电话会 那么在之前的一些报告里面 我们已经回顾了 第一的是海外的一些地产下行周期 它的一些规律 我们会发现海外的地产下行周期 从中位数来看至少要下跌6年左右 那么如果考虑到刚新购放人口下降等因素 那么下跌的时间可能会耗费10余年 那么我们其中的重点关注了日本的一个情况 我们会发现日本它的地产下行周期中的 一个典型特征是它去杠杆的速度非常的缓慢 可以看到它的杠杆率的下行速度 是在这个泡沫破裂的6年后 才开始真正的杠杆率的下行 那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原因呢 主要是由于债务减击的速度比较慢 包括个人破产制度相对不完善 以及引起关系比较复杂 银行不断的给企业去注资 而这种行为导致了它的私人部门 在短期资不抵贷的情况下 债务依然是在扩张的 而不是在缩减的 那么它的金融机构呢 债务出清也依然非常缓慢 它也不是通过快速出清的方式 而是通过不良贷款慢慢的累积 并且呢 由于这个金融界的互助风险 在金融体系里蔓延 最终导致了金融的系统性风险 那么到97年呢 由于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一个暴露 这个日本政府才开始去调整部分的政策 包括破产制度 包括金融的监管制度等等 并且呢 向这个银行去注入资本金 最终去挽救了 这个当时比较严峻的一个金融危机 但是呢 这个化解过程又持续了五年 一直到02年才彻底的化解金融危机 那么这导致的结果是什么 这导致的是 与美国啊 当时这个阵痛式的经济下行不一样 日本的这个经济增速中枢 在这个泡沫破裂的前后 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下滑 那么这个是使得 它的这个曲杠杆的一个长痛 变成了一个对经济杀伤力 比较大的一个行为 那么我们现在要看的是呢 在这种经济的状况下 日本经济中有哪些结构性的机会 我们重点关注的是 消费中的结构性机会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消费的总 消费的这个经济的总量是下行的 那么其中消费的总量也是下滑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私人消费的一个资素中枢 也是像GDP增速一样 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移 从这个泡沫破裂前的4%左右 下跌到了0%左右 将近是3到4个点的一个下滑 那么不仅是消费的总量 增速中枢的下移 我们会关注到 日本居民的消费倾向 就是它的消费率 也在明显的下降 这是日本居民显得 更加的偏好储蓄 或者说更加的偏好 这种安全性的这个投资方式 而不再去选择消费了 那么这是当时总量消费的一个情况 那么之所以会发生这些呢 原因有很多 那么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泡沫破裂后 居民的收入跟财富双跌 可以看到日本在泡沫破裂后 出现了一个失业率的明显的增加 和这个居民收入的明显的下滑 而且还可以看到 日本的当时的雇佣模式啊 从之前的终身雇佣制 变向了非正式雇佣 就是所谓的这个临时工 或者说派遣用工 那么这些工作模式对于收入的稳定性 是有很大的冲击的 那么这使得日本家庭的收入 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 日本当时居民的主要资产 还是房地产资产 但是当时这个房价的明显的一个下跌 使得日本的居民 他的财富也出现了明显的贬值 而收入跟财富 都是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 那么两者的下跌就决定了 日本居民的消费注定是要下滑的 并且不仅是当期的收入跟财富在下降 还有是对于未来的 这个收入财富的一个信息 也在下降 这使得他们的消费倾向 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那么具体的表现是 日本居民当时的一个信息是偏低的 可以看到他不管是这个信息指数 收入增长预期指数 还是消费者的信息指数 都是出现了明显的趋势性的下滑 那这主要是有各种因素 包括他们当时对于 未来收入和就业的一种不确定性 包括对于经济的前景的不看好等等 包括对于企业经济状况的一个悲观 这种因素使得当时日本居民的信息是偏低的 那么这对短期的消费倾向 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的 那么除了直观的去影响消费的因素 我们还可以看到 当时社会人口结构的变迁 对于消费也有影响 日本当时的人口结构 主要反映为老龄化和少子化 那么老龄化就意味着购买力 以及消费活动的减少 那么另一方面呢 这种老龄化跟少子化也使得社会的活性 社会的是个保障体系 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会发现未来的养老金 包括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的支出 可能是入不敷出的状态 这也限制了居民当期的一个消费 还有一个典型的特征是呢 当时的不昏率在提升 使得这个单身的家庭的比重是逐步的攀升的 而这种单身家庭去替代了之前的所谓核心家庭 就是一儿一女的这种核心家庭 那么使得大家的消费习惯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比如说单身家庭可能会更偏好个人的享受等等 这是另一个因素 那么还有一个因素是 当时的社会的一个观念也在发生变化 出现了一些新的消费理念 那这主要集中在新一代的年轻人身上 他们被称为平成废宅或者叫闲消费一代 那么他们的典型特征是由于出生在经济下行期 所以他们对于未来的这个期望是非常差的 对于未来是没有信心的 所以这代年轻人他们在消费上 更会更加的选择雨季和情绪价值体验的 这种拖式向需的消费 而不是选择购房购车这种传统的消费模式 那么我们接下来从基本面来看一下 日本当时哪些消费比较好 可以看到在泡沫破裂的十年间 从大类来看的话整体的消费是往下走的 但是其中像通信交通 然后医疗保健 公用事业住房教育这几个大类 它的增速还是保持正分的 那么其中表现最好的是交通通讯 那么它其中主要得益于行业的发展 也就是说像手机这种新的品类 它的一个普及使得这一个分类的表现比较好 那么医疗保健它主要受益于年长者数量的一个增加 国内对于医疗保健的需求其实也是在增加的 那么公用事业相对来说是表现为稳定的需求 和相对上涨的一个价格 使得整个公用事业的收入也在 支出也在缓慢的一个上行 那么从小类来看 趋势跟前者是比较亲近的 那么多了一些什么呢 多了一些大类里面的小类 比如说像个人护理用品 烟草 个人护理服务 休闲服务 休闲用品等 那么可以看到多的这一类 主要是消费品内中偏向于个人情绪价值享受的部分 它的表现也是比较好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的表现 从这个市场 也就是从股票的一个表现来看 重新看一下行业的一个表现 其中相对来说呢 除了我们之前在这个 日本权益市场的机会里面 曾经提到过比较好的 还是出海型的科技企业 那么这里会发现在消费企业里面 表现比较好的就是服务业 零售业和刚需性的食品 那么其他的服务是没有趋势性的机会的 相对来说都是 这个行业的指数下跌的 那么再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些个股的标记 可以看到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个如果这个行业 它的趋势是比较好的 就行业卷的行业是上涨的 那么其中的龙头表现一定不会太差 比如说像电子设备 汽车等等 那么在一些整体表现不佳的品类里面 也会有一些优质的个股 比如说像纺织服装里的优衣库 比如说像食品饮料里面的 这个一等元三菱食品等等 它也是有些结构性的机会的 那么我们在看完这些消费的表现之后 我们再结合日本当时消费的中的一些情形 然后我们去总结归纳了几个值得关注的消费的亮点 那么第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 是出现了一些新的好的业态 那么第一个业态是指便利实惠的这种新型的便利店的业态 或者说更极端一些百元店的业态 日本之前的话 它的零售业态主要是以大的超市和百货为主 但是随着经济泡沫的一个破裂 日本居民的收入和消费都在下行 以及日本政府为了鼓励当时的居民去就业 它其实对于一种小型的零售业 像便利店 百元店是有一定的扶持政策的 包括制裁证的补贴 这使得这一业态在短期的发展情况非常的好 而出现了很多很好的一个便利店 包括像大家熟知的711 全家 然后这个百元店里的大创等等 包括整个便利店业态的规模是在不断扩张的 那么除了这个业态之外 还有一个好的业态是二手市场 随着经济的下行 大家开始转向去购买二手的商品 而非全新的商品 这是一个大致的一个趋势 那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的二手市场也开始发展起来了 在这个包括像家电 包括汽车中 二手车的占比 它就在不断地提升的 那么从二手家电来看 可以发现 二手商品家电零售门店的这个数量 也在不断扩到那个增加 这反映了当时二手零售这种新的业态 开始出现了比较长足的一个发展 那么这也反映了当时日本居民的一个消费风格 从所谓的奢侈品消费 追成新产品 变成了这种务实 和可以重复使用的这种形象 那么再来看下一点 那么下一个维度是出现了一些新的品类 那么一个好的品类 典型的就是当时脱时向需的一个风格下 一些情绪价值相关的品类 那它主要是当时的年轻人 他不再去购房购车这种耐用品 他开始转向于这种轻 比较轻量的 比较费用相对较低的 但能够带来比较大快乐的这种消费模式 那么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偏向于带有一定赌博色彩的 比如说像彩票 包括像老虎机 弹球机这些 它是带有一些赌的性质的 因为当时居民对当期的社会是没有信心的 所以他寄希望于通过这种虚幻的赌博的方式 去博一个未来 所以这种营业模式在当时非常的火 那么其次呢 就是当时的像动漫 游戏 电视 漫画等等 当时年轻人是比较偏合于这种新的消费模式 那么也可以发现日本国内的这个游戏市场也好 包括像电视观影也好 其实是出现了比较长足的发展的 那么这个赛道中其实也诞生了很多优质的个股 那么再来看一下另一类新需求 一个新的品类 它主要来自于技术革新跟产品的普及 那么它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日本当时的手机 它的一个普及率是从90年代初的0%左右 到差不多90年代末 已经将近60%的一个普及率了 那么这种民用普及率的提升 去使得行业具有非常强的一个竞争机会 那么其中典型的案例就是日本的手机行业 在当时是拥有长足的发展的 也是受益于此 所以这个品类是值得去推荐的 那么下一个品类 它主要的优势是来自于消费群体的增长 那么主要体现为老年人相关的消费 日本当时的老年人不仅从数量上面来看 是非常多的 还有一个典型的特征是 日本的老年人当时在资产和收入上 都是相对来说这个社会上最高的 并且由于养老间的存在 很多养老者也很多老年人 他一身的积蓄都在自己的手上 那么使得他们的消费会显得更加的旺盛一些 对比一下其他经济体 日本的老年人是相对年轻人来说 更有消费倾向的 他的消费率是更高的 这就使得他有很多老年消费的机会 那么第一类他主要还是跟老字相关的 一些适老化的用品服务 包括医药器械药品等等 那么这一类主要是当时直观的 这个需求来增加 那么另一类的需求是老年人的一个 适老化的过程中 他的一些消费倾向的变好 比如说他会倾向于国内旅游 原意 包括像慢跑等等 比较养生的 比较逾己的一种活动 与舆论方式 那么这些赛道上也有一些结构性的机会 那么最后呢 如果他的品类整体表现比较一般 那么就可以找找品类里面有哪些好的品牌 那么好的品牌有几条不同的逻辑 第一个逻辑呢 主要是追求性价比 这主要是日本居民当时的消费降级的情况 非常的明显 包括是客单价的下滑 适时比消费的下降等等 那么在这个消费风格下 其实诞生了一些新的消费机会 比如说像仿制服装里的这个优衣库 包括他的竞争对手斯梦乐 都是做平价的服装联合品牌的 而且他们那种低价 其实逐步挤出了 其他的性价比不够好的竞争对手 使得他们的市战率不断的攀升 最终成为行业的一把手 那么当90年代下半夜的时候呢 这个日本优衣库的 在国内的市战率 已经达到了非常可怕的20% 那么这使得他的竞争优势非常的明显 并且这个市场表现也有长足的一个发展 那么另一个去竞争的 品牌竞争成功的案例呢 就是通过国产替代 那么主要体现在日本当时的汽车 包括像他的一些通讯设备 这些赛道上面 那么他实现本土化的逻辑不太一样 第一个他主要还是通过市场化 像日本的汽车 他主力去生产了一些日本本土居民 喜欢的特别小的一些迷你车型 从而去抢占了日本市场的份额 挤出了海外的竞争对手 实现了国内品牌的一个本土化 也可以看到日本的汽车品牌 整体表现是非常好的 那么另外一个实现本土化 或者说国产替代的方式呢 是通过这个政策保护的方式 那么日本的典型案例 就是手机包括计算机 像他的手机通过独特的 这个通讯规格的设置 并且不允许海外的手机品牌 在国内使用日本本土的通讯规格 使得日本的新兴向荣的 这个手机市场 它的增量全部被本土的手机品牌 去侵吞了 从而也产生了大量的 这个优质的通讯企业的个股 但是呢这一个福利 它其实只能实施10年左右 当进入技术迭代期之后 这种优势就不复存在了 那么以上是我们总结的 日本在90年代的一些消费机会 那么伴随着前面 我们对日本的下行 地产下行周期 和它去杠杆模式的一个变化 我们发现总量消费 虽然没有机会 但其中仍然有一些 结构性的消费机会 值得去关注 也可以为我们当前的投资 去提供一些借鉴 那么在下次 我们会继续去分享 日本在90年代 它的一些经济特征 包括它居民的资产配置 以及它汇率的表现等等 那么希望投资者朋友 继续关注我们 海通宏观的这个电话会 谢谢